你要往这边剥的话 还收860 但女网友完全没办法接受 就直接就问说 这里该怎么收 你会怎么收 如果连把尾全部都修 就是算是换了一个造型 所以基本上还是必须要付钱 我觉得是有店家 会是这样子的收费 没法消费讲清楚避免纠纷 但说到底减法便宜 又不是品质不难 现在百元快捡店零利 就有店老板曾是艺人御用造型师 也是东区法郎的知名设计师 过去减一颗头一千 现在均一价200元 如果把它切开之后就很合理 2万多块2万多块 在新北市永和22平的空间里 店租5万多 快捡店之外 太太经营咖喱店 复合式经营分摊成本 她不需要告诉我这边的短度 重视沟通又有20年的美法经验 尽管评价但不用被抽成 服务项目单纯拉高来客数 百元礼法价格清明 自然少了些纠纷 又能够享受美味 另一类的复合式减法 在炎热夏天里满足客人找出商机 记者张涛蓬城进行台北 资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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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报道